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大家 我們這場議程要開始囉 這場議程的講者是Jason 他的主題是 Astinct Defied Serial Aware Serial Connection 讓我們掌聲歡迎他 嗨 大家好 我是Jason 然後我已經把slide放在貢筆上面 大家可以上去看 然後 那個感謝大家參加這個session 沒想到預期還是有人 因為 R0好像是在講那個threading和GL 然後R2好像是在講 SNCIO性能分析 然後都是還 應該算是 大家會更感興趣的主題 所以 來參加這一場演講就是 假如說 就是沒有如大家預期的好的話 就 我們有錄影 你們可以去看其他兩者 然後 我叫Jason 對 然後 我是一個 目前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不過我現在打個問號 因為這個世界進步太快了 我開始懷疑自己 是不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然後 然後 我滿喜歡用python的 然後 很快 我們稍微 go through一下 就是這場演講 我大概想帶給大家 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 第一個就是 就是 如果用 AsyncIO 去搭建一個 RS232的 那個序列附的 非同步的這個經驗 那 這個 要搭建這個東西的話 它可能會用到 AsyncIO裡面一個API 叫Protocol和Transport 那 是不是還有其他方法 因為這兩個方法算是 滿一個low level的方式 我覺得 不是很 直覺 那你要懂的東西 滿多的 那我可以先問大家 就是 在場的 就是各位 就是 朋友們是 有用過 AsyncIO嗎 有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慘了 沒舉手 那就代表大家都很強 完蛋了 那 大概這個原由是這樣子 就是 其實我在工作上面 就是會有一些視覺檢測機 然後要產生一些數據資料 那 它其實是用RS232去控制和傳輸資料 那 這個 然後這個設備 它其實 同時一台電腦 會有兩個攝影機的數據 會一直串進來 那 那時候 其實要去抓這個資料 那就需要寫一些call 那 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序列附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是一個 可能在 某些工廠 或是某些設備上面 蠻常見的一種通緒結構 像我們RJ4J5 就是那個網路口 它其實也是一種序列 那 USB也是 那 只是USB是比較高速的東西 這樣子 那 RS232其實它就是一個 如果你 你用試波器去看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電流 就是 電流這個轉換 那 通常我們 RS232的接口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9PIN的接口 那 其實 對於我們來講 就是買一個 就是 RS232轉USB 然後裡面有那個晶片 它就可以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就是 透過USB 這個 去列附 把這個資料接進來 這樣子 那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概念 做這個東西 它其實想法很簡單 我的想法就是 我想要用一個 producer和consumer的這個方式 去解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機器什麼時候資料會進來 那 所以呢 我就是要一直在那邊waiting它 那 如果資料進來之後 我可能要放在一個 暫存的Q裡面 然後再把它去消化掉 所以它這個架構是 長這個樣子 那 當這個資料有進來的時候 我的consumer 就會去消化它 然後把它存入DB 那假如失敗的話 我再重新再放回Q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First In First Out的一個架構 那 想當然了就是 如果用python 其實在 這個 序列附上 上面其實有一個很不錯的這個套件 就是 這個 PySeries 那PySeries 它其實 應該是說 應該沒有第二個 就是比它做得更好 所以大家 通常用python 就會使用它來 來讀取這個 序列附上的資料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 就它其實是一個 sequential的一個 一個做法 所以呢 你其實通常我們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 在官網它其實第一個翻例就是 它是用一個 然後你去接一個 就是 序列附的串接口 你指定它 然後接著你就開始去等待它 然後去讀寫資料 那 所以呢 你可能會有blocking的問題 就是 當這個資料沒有進來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會 未停在那裡等它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有一個程式 不管是你要接很多設備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 一個程式它可能 如果blocking做的時候 你就會停在那裡 那 所以呢 它其實 但是通過方式其實很好啦 因為它 就是很安全 那 當然 這個 衍生到就是 就是我們 就會想到說 用 MontyStray的做法 就是我們常見 MontyStray 可是MontyStray它其實在 Python裡面就是 因為Python裡面 對於 Io頻繁的任務的時候 你用MontyStray 它其實是 content switch這樣子 如果太多次的話 其實對CPU也是 一種時間浪費 所以那個時候就在想說 那也沒有 更好的做法 所以更潮的做法 那 就是 AsyncIo在2009算潮嗎 其實 應該不算 就是 但是 AsyncIo其實蠻有趣的 譬如說 我們在講 Asynchronize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策略 就是 我們常聽一些像是 主宰室的多行程 就是像 然後 主宰室的多行程 執行區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MontyStray 那 這一次我要講的分享 就是如果用AsyncIo的話 其實它是 用 一種策略 就是非主宰室的時間驅動 和非主宰室的這個call routine 那 先稍微講一下就是 非主宰室的時間驅動 它其實有 幾個 蠻重要的這個特徵 就是它是要一個 non-blanket Io 然後它是要是一個callback 就是可以回呼的 然後它是要 要跑在一個event loop上面這樣子 那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我就開始想說 那我要用AsyncIo 要怎麼 要怎麼去行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在那個Python 豆子上面的這個文件 然後異樣化 那大概一開始的寫法就是 因為我們要用 consumer和producer這個架構去擠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consumer 然後consuming 然後這個時候開始去讀寫 然後呢想說我要用一個非跑步 然後它上面講說 你要建一個call routine 就用Async 所以就寫了一個Async的這個語法 然後自以為說 它就變得可以非同步 然後去跑event loop 欸 好像可以動耶 但實際上它是 其實是有問題的 就是 其實這段程式碼是一個會blocking 就是它是會阻塞的 那它其實是非同步 就是看起來它會跑 但是它其實是 一步一步在跑 那 等一下會講到就是 如果你要在非同步和同步之間 其實它有一些很重要的關節 增結點就是 event loop 然後call routine 就是協同證據 future和task 那我在上面有附上就是 如果這一段你沒有看得很懂 因為這個call寫得很差 所以我做了一個錯誤的範例 和正確的範例 那等一下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簡單來講就是 在第一步的時候 其實雖然你是用Async這個語法 去告訴它說 這是一個call routine 可是在跑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一個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它用了一個synchronizer cue 然後你在跑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forward圈在那裡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synchronizer 就是在執行 那 因為這個程式實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眼睛夜上中 我們趕快跳開 不要看它 那 可是我們要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 其實 也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所以 一開始我們就來看看別人怎麼寫 那其實很幸運的 就是 pi series 這個 應該說這個組織 他們其實有 在2017年的時候 就寫了一個asyncIO 就是for py series 然後它支援3.4 所以其實 他們是很早就是 就把這個東西給做出來 那所以 我們就看看前人是怎麼做的 那它的官網上面 你點進去其實也很簡單 就一個 seriesnl.create series connection 這個API 就給你 然後呢 然後它告訴你說 這會回傳一個call routine的東西 然後就結束了 看起來真的很簡單 然後它的範例一破 然後就是 就長這樣子 就是它建了一個class 然後這個繼承了一個async 還有一個protocol 然後接著呢 你就建立一個event loop 然後呢 你把這個 剛剛這個class呢 把它當成是一個call routine 然後丟進去 就可以跑了 它就是一個asynchronize 但是有一些地方 我們就是看了之後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簡單的東西就是 你反而會有點擔心 就是我不太知道 它為什麼會這樣做 那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這個output的地方 它繼承一個asyncIO的這個protocol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 那create series connection 它回成一個call routine 為什麼 就是不太理解 所以我們就稍微去 在看它的原始碼之前 我們先稍微講一下說 protocol和transport 這兩個API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它源自於就是 那個pip3153和315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個pip裡面 這兩份文件 它很清楚的描繪說 在創建這兩個API 它的目的是什麼樣 那它其實是一個callback callback based的API 然後在官網上面的文件上面 它特別的建議就是說 其實一般你在high level的application上面的話 你不要用 就是不要用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拿來給你設計框架 或是函式庫來用的 那官網其實列了五點 大概對於這個的解釋 我覺得是一開始來看 其實還蠻看不太懂的 因為它蠻抽象的 它其實在前面一開始講說 它說這個最高層級的這個傳輸層 就是transport 它只關心就是怎麼樣傳輸 衛員組的內容 那protocol呢 它決定傳送哪些衛員組 那還有在某些程度上 會考慮到什麼時候去傳輸 然後它又說換句話說 從傳輸的角度來看 傳輸就是transport 是一個抽象化的紗片 那protocol是一個抽象化應用程序 然後接下來它另外一點就是說 transport和protocol 它其實定義就是網路和行程通訊之間的 一個抽象的一個接口 然後它是一個一對一的關係 所以transport在 protocol在 就是在call這個transport方法去傳送資料 然後transport在接收資料時候 去呼叫protocol方法傳遞資料 然後它說大部分什麼 連結事件導向方法 就是像create the connection這個 它通常就是接收一個portofactory 參數做到這個鏈結 就是protocol的這個對象 看完之後完全沒殺人在共上 看完了完全不會行 好 那我們就來看原始碼 我們就會發現 就是果然 這和我們的程度是不一樣 但是我稍微做了一下samurai 這個是我摘要的 好像是某一個 Pycon Indian的一個演講 它提到 它說其實protocol你想很簡單來講 它就是一個application的 對於你來講 它就是對於一個application應用程序去抽象它 然後對於transport來講 它就是對於一個socket connection去抽象它 我們先有這個觀念 對 然後我們先其他都不要想 但是呢 我覺得用這張圖就可以把剛剛那個東西 詮釋得很好 這個是 這個Jesse Davis 他在2014年的時候 好像來台灣演講的時候 放了一張圖 對 我覺得Pycon台灣真的太厲害了 就是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大神 在很早之前就給我們一些talk 然後我們現在去看就覺得 它跑在我們很前面 它對於protocol和transport 它做了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解釋 你就把protocol 想成是一個webSocket的application 然後你把transport呢 就當成是一個socket的協定 就這樣子 一個是協定 一個是application 然後 我們來看這個 程式碼就會比較容易 那在 PySeries Async Ion 這個程式碼呢 它其實只用了一個class和兩個function 那一個class呢 它叫做series transport 就是 它繼承了async Ion的transport 然後呢 下面兩個function呢 它個別用了這個decorator 就是去告訴它說 這是一個async Ion的corroutine 所以我們先回應一下 剛剛前面講的就是 我們剛剛有看到它create a series connection 它說回傳是一個corroutine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它標註它是一個corroutine 那 這兩個呢 這兩個function呢 就是大概就是 完全就是 就只有寫這些東西而已 那我們先來看看 series transport這個東西是什麼 剛剛有一個概念就是 transport它其實就是一個協定 然後 protocol就是一個application 那 這個series transport呢 它其實是一個low-level的AP 其實看它繼承transport Async Ion的transport 我們大概就可以理解 那它是Async Ion的一個指列 那它實現了 這個裡面非同步的第一種方法 然後呢 它其實是 用transport的指列別 然後我們建立一個 Async Ion的protocol 然後我們用這個series transport 作為這個transport 那 怎麼來看呢 就是我們先來看看裡面這個protocol 它用callback的方法告訴我們 就是protocol 就是應用程序如何去操作 然後呢 用transport的方法 來處理這個callback 來回應這個事件 那 裡面有一些方法 可能譬如說你要去處理這些 位員傳回來的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寫在這個class裡面 那所以 你去看 這個Async Ion transport裡面 它其實裡面是有很多空子 讓你去填的 那我們來看看原始碼 其實 這個API如果你要寫 它其實就是很單純 你去繼承的一個Async Ion transport 當成一個指列別之後 然後你在裡面呢 你就是告訴它說 你要用哪一個loop去跑 然後這個protocol 你要用哪一個protocol 然後接著呢 你再去裡面設定一些 你要對於這個位員組 去做哪一些處理 就這樣子 那 接著呢 你有了一個transport之後 我們剛剛講說 就是transport是一個協定 那我們要告訴應用程序 去怎麼去使用這個協定 那你就是用它剛剛提供的這個create connection 這個 function 然後呢 你去告訴它 你建立一個event loop的世界 然後你告訴它你的protocol 是用哪一種protocol 然後接著呢 你用transport 用series transport 這個class 回彈一個transport 然後再把這個transport 和protocol 回傳回來 那你就可以使用 那接下來呢 對於你自己應用程序而言 你就很單純 你只要告訴它你的看口是什麼 然後你的這個rate是多少 然後你要寫一個class 然後這個class呢 就是剛剛我提到的 就是在前面這裡 你要去maintain就是說 你處理回來這個callback的事件 你要去怎麼處理它 然後這些東西 譬如說像我在這裡 我可能只 care就是connection made 然後data receive 然後還有說connection loss 就是斷掉連線的時候 然後接著我們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們想要用一個consumer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在這裡建立一個consumer 然後最後呢 我們就建立一個世界迴圈 然後用這個async 要提供的queue 然後呢 這個produce呢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cosroutine 然後我們用parate這個function tool 這個parate function 然後去告訴它說 我們要把這個queue 當成它這個一個參數 然後呢 這個producer 它就變成是一個cosroutine 因為它async成這個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create serial connection 然後它回傳回來呢 它就是一個coroutine 然後consumer的coroutine呢 就是我們剛剛建立的這個 它其實要消化一個queue 然後接著我們跑在一個世界迴圈上面 然後它就可以像一個event looper一樣 就是不需要就是被block住 那我們再提到就是 剛剛我們提到了一個class和一個function 一個是建立transport 然後一個是建立protocol 那它其實還有一個更high-level 叫stream 就是我們通常就是要流 那這個是一個high-level的API 就是它其實是用原生的 原生連接 用來原生連接網路的 所以它不需要就是像剛剛一樣 我們用transport和protocol 去做回顧的動作 然後它就可以發送這個和接收資料 那它這個API呢 剛剛我們有看到就是 它叫做open一個connection 那其實它用的就是這個asyncIO裡面 這個stream這個API 然後用起來也很簡單 它會回傳兩個 就是成對的transport和這個protocol 然後stream的寫法呢也很單純 它就是一樣 我們就是在這裡建立一個produce 然後我們只要處理就是 回傳回來的這個data 我們要怎麼處理 就是譬如說 我們要看到一個-r-n 我們就要截斷或是怎樣 它會提供一些方法 像read until 或是read line這類的方法 那我們只要去handle這個部分 然後接著呢 我們一樣consuming的部分 我們不需要去處理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 建立一個事件回圈 然後讓它去跑 然後它就可以work 那這麼簡單 那你就可以讓serie pro非同步讀寫以控制 然後聽得這麼漏漏的就是 我相信大家就覺得 這太困難了 這還是很難 所以呢 再來是你會遭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拍serie asyncIO這個東西 它其實在裡面講 它並沒有說它支援Windows 對但我在跑是可以run 但是它其實是 它只支援POSIX這個作業系統上面 那所以假設我們如果遇到一個套件 如果它不支持asyncIO 不支持asyncIO 那我們自己要寫 剛剛光是看到前面這個 我們如果自己要寫一個這樣子的框架 其實太困難 有沒有其他方法 那在這裡呢 我等一下會介紹一個非常非常容易的方法 就可以讓你的程式就是跑在 就是asyncIO的loop上面 那但是我在這裡還是先介紹一下 就是什麼是co-routine協同程序 我想相信大家就是在這裡應該都有一些經驗 它其實協同程序有幾個component 那它就是一個generator 還有一個feature和task 那generator呢 其實大家應該都很熟 就是像我們的4HM 就是我們只要有一個eater和next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EL這個語法 我們就可以讓它變成就是一個 generator產生器 那在pipe342的時候 產生器它其實可以變成sign 就是它變成一個表達式 然後在後來產生器它就是變成一個協同程序 所以讓你可以就是去做這個 就是做進一步的flow control的部分 那feature的部分呢 它其實很單純 它就是記錄一個工作的狀態 就是因為假如說你這個工作狀態被block的時候 我要記錄你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將來要執行或沒有執行任務的結果 那如果你有寫jask 它其實就類似一個promise 那task呢其實你就把它想像就是 就是我們把這個coroutine呢進一步封裝 然後它包含就是這個所有的狀態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feature之類這樣子 我們先稍微快速帶過一下 那一開始會有這個想法 其實是我在寫jango的時候 就是jango它裡面其實 jango其實在之前是他們做了一個套件叫jango channel jango channel jango channel其實它就是要跑一個非同步的狀態 那那個時候Azu Goldwyn 它其實寫了一篇蠻不錯的blog 我列在這個地方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它再說明一下就是python 這個synchronize的這個世界和synchronize的世界其實不一樣 所以不能交渣混用 那它提出了一些方法讓這兩個世界轉換 那也在這個背後呢 它其實建立一個叫jango esky的這個service 那這個service其實很單純 就是要讓jango可以去很容易的去讓synchronize的環境裡面去run一個synchronize的環境 所以它提供了一些web的方法讓你去使用 那在這裡面我再錄它一個方法 它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這個get chat id 那它是一個synchronize的這個程式 然後async呢 這個是一個非那個synchronize的這個程式 那在這裡呢 如果你如果要讓它跑 它其實提供了一個東西 就是你建立一個thread pool is cute 那接著呢你建立一個loop 就是用get event loop去建立一個loop 那你return的時候呢 你用這個asyncIO裡面一個叫run execute 它就會回傳一個feature 那我講回傳一個feature就很重要 剛剛我們有提到就是我在前面有講到 如果你要建立一個co-routine 它其實下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feature 那這個feature就是要紀錄一個工作狀態 然後還有一些將來執行 後面有執行任務結果 那你才可以在它被中斷的時候 你又繼續在下一次的時候 它起來它可以知道它是從哪裡run起來 所以呢 asyncIO裡面提供了一個這樣子很不錯的一個方法 然後讓你可以回傳一個feature 那這個feature其實是一個asyncIO的feature 那再來是先提一下就是 其實如果你不做這件事情的話 在非同步函數去呼叫一個同步函數 其實是蠻危險的 因為它會blocking 所以就像我剛剛一開始我自己寫的一個 業障重的這個範例一樣 就是其實你以為它是一個asynchronized 它其實是一個synchronized code 所以我們的想法和流程就是這樣子 要用這些API 或我自己要寫一個這樣的API太困難了 那我現在就想 我能不能把synchronized code 變成一個available 那就可以跑event loop了 那所以呢 我又發現就是 這裡寫錯了 就是如果我們用run execute 就是那個 asyncIO裡面的run execute 這裡寫錯了 它會回傳一個feature 那代表就是 它就是一個available的東西 那這個 但是這裡要特別提到 就是當這個 你用這個run thread pull execute 然後去建立一個run execute 回傳的feature 它其實是 和原本的loop 它是跑在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thread上面 所以它其實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它可能會有搶食 GI的問題 但這個大概不是我們 這個talk裡面想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只是講說 我們如何讓一個synchronized code 變成available 那所以呢 概念上是這樣子 我們去 我們用這個concurrent裡面的feature 然後呢 我們先建立一個 這個 async的這個run block task 然後呢 我們一樣 就是用原本的pi series這個東西 去建立一個連結 然後 假設我在這裡 我要傳四個參數 去給這個裝置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建立一個feature 然後 這個feature上面呢 run了 一二三四五五個 run execute 然後 它會回傳這個feature 然後它會存在一個list 然後接著呢 我就await了這個 用async去await 去await這五個feature 然後我在原本這個sync上面呢 我就是一樣做接收訊息的這個動作 那 接著呢 我只要在 主程式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用 先告訴它說 我要建立一個execute的這個物件 然後我把它丟進去 這個剛剛這個run blocking task execute 然後用這個execute去給它 然後 它就可以awaitable 所以 像剛剛這個範例裡面呢 我剛剛丟了這個五個 五個 五個任務給它 那其中呢 有一個任務呢 嗯 當它跑到FOO的時候 它會sleep三秒鐘 可是呢 在結果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它會把這五個任務 全部都丟出去之後 最後才休息這三秒鐘 也代表就是說 它不會再 這個sleep其實是一個block的一個 一個 一個函視 但是它可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繼續就是 讓大家暫停一下 然後去跑其他的東西 這樣子 那 可是這樣寫其實 不太直觀 對 就是它其實如果要 改寫成剛剛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有一點困難 然後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把它web起來 那 很單純 就是剛剛我講到 就是Andrew Goldwin 他其實已經寫了一個 web class 可以讓你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個web class呢 我就直接用它 它其實是一個decorator 那 你只要把它加在 你原本synchronize的 韓式上面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call routine 超神奇的 然後呢 如果你去執行它 它會告訴你說 它是一個awaitable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裡面 到底寫了些什麼 它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它建立一個class 然後它是一個 可以callable的東西 然後就像我們剛剛一樣 它建立一個loop 點run is cued 然後把你剛剛這個function 丟進去裡面 然後它就變成是一個 可waitable的東西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aware就是很爽 因為代表我們就可以寫 synchronize code 所以 如果用剛剛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一樣改寫一樣 我們的程式 我們建立一個call routine 是一個producer 然後專門就是 專門是把 接收到的這個資料 丟進這個cue裡面 然後 就可以執行 那我剛剛時間夠不夠 如果夠的話 我就稍微demo一下 那 這個想法 是不是只有我呢 這個時候就是 如果你有這個想法 其實它還不錯 那 我就開始想說 在 17年年底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我要不要來寫一個 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來賺點心心素 就沒想到 很快的舊人呢 也有同樣的想法 而且他好像應該也是台灣人 他就寫一個叫 AIO Theory這個套件 那這個套件呢 其實想法也很單純 它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讓一個 原本synchronize code 然後它可以awareable 所以呢 你在寫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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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用它這個套件 直接就是 讓你的這個 原本synchronize code 就是可以 可以跑在 非同步的event路上面 所以 就沒有辦法賺心心 因為已經有人 把這個東西實踐出來了 那 所以呢 就是 如果 大家就是 在寫 關於就是對 Siri Report 就是序列複製的東西 有想要操作 你想要 用這個 Event Loop的方式去做的話 那 你也可以使用這個套件 你也不用像我剛剛一樣 就是 就是要做一些這個 web的動作 那我來示範一下 就是剛剛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看一下 看一下 是 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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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 原本呢我们就是用这个 这个Series Single-L这个 这个套件呢我们去让它变成是一个 就是一个Synchronize的程式 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用了刚刚这个 里面这个我们自己写的这个class 然后我们去wip wip掉原本Synchronize的code 那这个Synchronize的code呢 因为它原本是会block 那我们把它wip上去之后呢 其实它就可以跑到一个event loop上面 那跑到这个event loop上面呢 我就稍微试验了一下 那这个试验方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用一个soulcat 然后让它跑跑看 然后这里 这里有两个程式就是 譬如说我先跑一个 这个 刚刚这个protocol 就是我们用这个 py series async-L这个code 那它开始跑之后呢 它其实我在这里 如果我去传一个FOO 然后你就会看到 一个producer 他就会去接收一个资料 然后consuming会去消化它 那如果我传多一点 好 因为我在里面有做一个 await的 就是sleep的动作 那你就会发现就是 这个producer呢 它可能在consuming 它来不及消化的时候呢 它会继续就是 程式会继续往下跑 然后去把这个资料塞进去cute里面 但是consuming呢 就是会比较慢 才去处理它 所以它是一个synchronize的一个状态 那 刚刚我们这个wip里面呢 刚刚有看到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synchronize的状态 那我们用wip之后呢 它其实也可以达到 一样的方法 像你看哦 好 你会发现就是 我们在里面也做了一个sleep的 这个暂停的动作 可是经过wip之后 它变成是一个wittable的状态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就是 它会让前面就是 它会把这个控制权交出来 然后继续让consuming 就是等之后再执行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成功 就是用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让 会blocking的东西 变成是一个wittable的一个东西 然后所以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